立委黄国昌 记者许正宏摄影分享 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遭发动罢免成案 下周六投票 只要63888票同意罢免 黄就必须提前卸任 国民党青年次团草鞋联盟发起人李正浩晚间也于 黄以800508票当选立委 但现在却不到八折选票就能罢免 黄推将罢免门槛 终让他自己成为八折特卖品 李正浩表示 任何一个有判断力的人都能看出黄国昌 推动下修后的罢免门槛有问题 新法也形同让每个当选的立委 从当选那一刻开始就成了八折特卖品 立委的世界天天周年庆 最讽刺的是第一个被拍卖的 就是推动修法的始作俑者黄国昌 李正浩说 黄国昌在此时遇到一个两难选项 要就认为罢免门槛没问题 自己这次被罢免是应该的 要就认为罢免门槛修法错误 自己这次被罢免是冤枉的 但无论如何 而黄让立法委员的世界成为荒谬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